九平共产党发表八周年之际 在香港日前举办的声援退党集会上 多位来自大陆的知名人士 纷纷赞扬九平的巨大影响力 并呼吁民众 不要对中共存有任何期待和幻想 只有加入退党大潮 中国才有希望 九平发表八周年来 引来中国巨变 退党大潮涌现 多位大陆知名维权人士都表示 败毒过九平 赞扬九平的威力和震慑力 让中共邪恶本质彻底曝光 用不太久了 大家看到就像 感到像天外来客一样 九平我是看过的 正是因为有这些 揭露真相的东西的出现 才使我们这个社会 变得宽容 变得有勇气 有责任心 他们呼吁 十八大无论谁当权 民众对中共都不要存幻想 中共灭亡的命运已定 只有加入到退党大潮中 中国才有希望 中共无论它有多少 必须多少的军队 它都无法阻挡 这个社会的这个变革 所以说我们中国的这个希望 是在我们的民间社会 民间的力量的努力 在退党退团 通过这些活动 唤起更多的民众 来发挥每一个人的力量 随着中国社会的民主化 民众的这个全力意识的觉醒 以及有越来越多勇敢的人 站出来 我相信一个公开退党潮的话 应该会在大陆出现 共产党满肥心流着黯粘的血 它如果不消灭的话 不消失的话 实在是天理不拥 新台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 感谢观看